王一博的作品突然多了好多一星评分,发生了什么? 王一博是当下最火的流量小声之一,他的作品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,都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支持。 然而,近期有网友发现,王一博的部分作品在抹办网站上被大量打出了一星评分,导致评分大幅下降,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和质疑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《长空之王》遭遇黑粉围攻。 《长空之王》是主演的一部军事题材的电影,讲述了是非员们为了研制新型战机而不断挑战自我,冒险牺牲的故事。 这部电影在2023年4月28日上映后,获得了不少观众的好评,认为电影画面震撼,剧情紧凑,演员演技在线,是一部值得观看的国产佳作。 然而,在《抹办》网站上,这部电影却遭遇了黑粉的围攻。 有网友发现,在电影上映的第一天早上,当绝大部分观众都还没有走进影院的时候《长空之王》的评论区就基本被一星占据了,而且将差评的点都集中在了王一博身上。 被顶在前排的差评和电影本身无关,全都是对王一博的个人攻击。 这些黑粉明显是没有看过电影就盲目打低分,目的就是为了拉低王一博的作品评分,给它造成负面影响。 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王一博的形象和利益,也损害了电影制作方和其他演员的努力和付出,更损害了观众的权益和口碑。 无名也遭遇类似情况。 无名是王一博主演的另一部电影,讲述了一个无名英雄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后,他的儿子为了寻找父亲的身份而展开的故事。 这部电影在2023年2月1日上映后,也获得了不少好评,认为电影《情感真挚》、历史真实、演员投入,是一部有温度有深度的国产丽作。 然而,在某半网站上,这部电影也遭遇了类似《长空之王》的情况。 有网友发现,在电影上映前后,有大量未看过电影就给出一星评分的账号出现,在评论区对王一博进行恶意抹黑。 这些账号很可能是同一个人或者同一个团队所控制的水军账号,他们使用机器人或者批量注册等手段来制造虚假评价,目的就是为了降低王一博的作品评分,给他制造舆论压力。 这种行为不仅违反了网站规则和道德准则,也违反了法律法规,应该受到严厉惩罚。 王一博为什么会被黑?那么,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王一博会被如此恶意地打低分呢?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。 王一博太火了。 王一博自从出演陈情令后就成为了当红小生,他不仅有着高颜值和高人气,还有着多样化的才艺和多元化的形象。 他既能演绎古装剧中的江湖侠士,也能演绎现代剧中的都市青年,他既能参加综艺节目展示自己的魅力和风趣,也能参加体育赛事展示自己的实力和拼搏。 他在各个领域都有着出色的表现和广泛的影响力。 王一博太正能量了。 王一博不仅在作品中展现出自己的优秀品质,在生活中也展现出自己的正能量态度。 他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和社会责任项目,关心弱势群体和社会问题,他勤奋努力学习和进步,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养, 他谦虚低调做人和做事,不招惹是非和争端。 王一博太有魅力了。 王一博不仅拥有着让人眼前一亮的外貌和身材,还拥有着让人心动不已的气质和内涵。 他既有着阳光帅气、活力四射、热情洋溢、帅真可爱、风趣幽默、机智灵动等等各种吸引人的特点, 他又有着坚强勇敢、执着专注、敬业敬人、诚实正直、善良温暖、感恩回馈等等各种让人敬佩的品质。 以上三个方面都说明了王一博是一个非常优秀且受欢迎的明星艺人。 然而,在这个世界上,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欣赏和尊重别人的优秀和受欢迎。 有些人因为嫉妒、恨意、偏见或者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对王一博进行恶意攻击和诽谤。 他们利用网络平台来发布虚假信息和负面评论来试图破坏王一博。 我们应该如何支持王一博? 面对这些黑粉的无理行为,我们作为王一博的粉丝和支持者,应该如何做呢? 我认为,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支持王一博。 看他的作品。 王一博的作品是他最好的名片,也是他最大的努力。 我们应该多去看他的作品,给他的作品打出公正的评分和评论,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欢他的作品,让他的作品得到更好的口碑和收益。 关注他的动态。 王一博的动态是他最真实的状态,也是他最大的信任。 我们应该多去关注他的动态,给他的动态点赞和留言,让他感受到我们的关心和鼓励,让他知道我们一直在他身边支持他。 维护他的形象。 王一博的形象是他最重要的资本,也是他最大的尊严。 我们应该多去维护他的形象,抵制和举报那些对他进行恶意攻击和诽谤的言论和行为,让那些黑粉无法得逞,让王一博的形象更加光鲜亮丽。 以上三个方面都说明了我们是如何爱戴和支持王一博的。 我们相信,只要我们团结一心,积极正面,理性文明地支持王一博,就能让王一博感受到我们最真挚的情感和最坚定的力量。 我们也相信,只要王一博继续坚持自己,做好自己,发光自己,就能让更多人认可和尊重他的优秀和受欢迎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